有職業球員來的訓練 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也不簡單 比如說這種東西其實都在一部 在都市會比較多 那其實展貨的資源會比較少 那我們接觸到 國內的整個運動的 比較專業的這些人以後 那我們一直希望 讓更基層的社會 小朋友可以接觸到這些職業球員 那對未來的一個方向 然後不管要走 職業啊教練啊 等等的方向 能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然後更好一個什麼願景 針對小朋友的去年最主要就是 以趣味 快樂 開心 然後享受 然後我覺得就是很開心 看到這些小朋友一直 跟他們一起踢球就會想到小時候 感覺就很像 很像蜜蜂你知道嗎 就是 人球到哪裡 大家都會到哪裡 對我喜歡 看到他們這麼開心的感覺 我還一直被叫來叫去 那咧 沒有啦 這只要我覺得就是 開心啦 就覺得我在小時候為什麼會去 選擇足球 是因為我在踢球的時候 是最快樂的 大家去訓練 可能有時候每天都做一樣東西 那沒辦法就是練技術嘛 但是到最後 教練就會跟我們說 你們只要好好做 我們就會有比賽 所以小朋友都會非常期待 比賽 這也是 整個訓練中 是必須要有的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對抗性 因為足球這個東西 足球這項運動就是一直在對抗 一直在競爭 因為其實這個小朋友 我們台電是其實非常有經驗 因為我們在夏令營的時候 年齡層也是都從 國小左右的 其實最主要是讓小朋友快樂開心 沒有放太多的足球觀念 足球理念在裡面 那基本上就是放一些很簡單的 禮貌、禮儀這些東西做 比較注重 對 那自己也當爸爸 因為這小朋友 我小朋友也大概二年幾年 兩個 其實年紀都相仿 那可能就是跟他們 就是比較容易可以玩在一起 對 像我家的小朋友 我很小我就想說 讓他可以多接觸戶外的運動 還是以玩樂為目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對 身心的發展 是很有幫助的 你像我本身在台電 其實我一直在這個夏令營做 規劃的角色 在各個年齡層 如何去讓他們 有比較好的活動 適合他們的活動 然後讓他們 可以玩得很盡心 然後很開心 我覺得 身為我們足球人 我覺得小朋友 如果在球場上 那個笑容 會讓我很有成就感 好 好 好